今天的诺诺简讯呢,我们来聊旁边的这个奥迪A5 但是在聊A5之前呢,我必须得说一下我这个装束啊 今天实在是太冷了,不仅冷,而且那个风很大 所以我这个鼻子有点受不了了 所以我必须得带个户套在身上 不仅我被动得受不了了 其实这台A5它也被动得够呛 这台A5呢,是2018年4月上牌 但是它是2017款的四门的Sportback的车型 185千瓦的一个峰值功率 算是,如果你把国内的奥迪算上来的话 它是绝对的一个高功率的车型 虽然说这台车现在已经有了两年多的车龄 但是它的里程数特别的少 只有11000公里 车子现在稍微有点脏啊 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今天水管子也被冻坏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洗车 只能让大家这样将就看看了 说实话,除了身上的这些沉点之外呢 漆面的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说天气好的时候 你把它洗干净了 整个车的漆面都是闪着那种新车才有的那种光芒 看上去还是非常的诱人的 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轮圈的这个橙色也是非常好 而且四个轮圈都是这样 几乎都没有什么擦伤 胎纹的深度也非常的可观 啊,钻进车里,钻进车里 啊,太太冷了 哎呀 我车子也没熄火 就是为了能让车子暖和一点 我们的拍摄条件稍微改善一下下 接着聊会这台A5啊 大家可以看到里程数11 132非常的少 车子内饰也的的确确跟它的这个里程所反馈的这个样子一样 都是很新很新的一个状态 从B9的这台车开始 A4 A5它都用了很多的这种拉丝的这种试板 说实话这个试板其实好看是好看 但是不太容易打理 很容易被磕出伤痕来 这个看上去就特别的棒 呃,这台车不算特别高配的版本 所以我看了一下它也没有倒车影像 只有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倒车雷达 呃,屏幕也不算特别的大 这个首发的那几个版本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科技感做的还是不错的 跟A4一样 这个都是触摸式的这种按钮 摸一下就有反馈 然后底下的这个音响系统 这个储存电台的这些按钮是不是比较的low 但实际上也都是触摸的 我只要摸过它就有反馈 并不是要你按下去 它们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无理按键 整个前盘看下来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使用的痕迹 呃,基本上就是一个约等于新车的一个状态 无论是座椅啊 还是这些中央扶手 这些试板都是非常干净 非常新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后排啊 后排的橙色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主要是来看一下空间 因为A5这个车 它既没有加长 又是个溜背的 这spot bag的车型 所以头部空间腿部空间应该都挺紧张的 其实在我之前做B9的A4那个45个运的好车推荐的时候我就说了 这个车的这个头部空间是比较紧张的 然后坐的呢也是比较陡直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的填充物的质感很不错 所以舒适运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 主要是这个腿部空间啊 这个因为是没有加长的车型 所以这块会比较的糟糕一些 尤其是跟国产的那个A4L去比的话 当然了这也是硬币的两面 有得必有失嘛 A5它获得了更好的一个造型 更棒的一个驾驶质感 这台车开起来的时候 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运动模式 油门的响应都是特别的跟脚 经济模式呢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点 但是也是出乎我意料的好吧 因为大众的1.4T的车型开的比较多 所以我对经济模式的这个期望值是比较低的 但是它的这个跟脚程度啊 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而到了Dynamic这种运动模式 它的表现就更加的无可指责啊 油门和驾驶人之间的意愿呢 基本上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在动力的表现上做到了人车合一 它的悬挂呢不像老宝马那样的硬手 也是比较韧的一种状态 对大的这种颠簸过滤的是比较好 而弯内这种支撑呢也是很到位的 最重要的是奥迪的到了这个级别的车子 它的这种隔音的表现要好很多 你开起来的时候耳朵里都听不到什么杂音 但是呢像简阵发出的这种跳动的咚咚声 还有发动机这种轰鸣声 又是能够传到你耳朵里面的 所以开起来呢又比较的激情澎湃 总而言之在耳朵的这种响声上 奥迪的这个豪华感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的 这台车子现在是32.28万元的一个售价 比起它的一个官方指导价呢 下了大概10万元左右 如果算上4S店的各种优惠呢 其实也下了大概五六万六七万的这个样子 虽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的不保值 但是我觉得这个降价幅度也还是可以了 而且你也知道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啊 进口车真的是非常的难买 如果你想赶紧买一台车赶紧开上的话 与其说去4S店排队等型车 还真不如来二手车市场 挑一台就在眼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准新的二手车 就在眼前的车子里面前的车子里面前的车子